大家观察推着日下 今天的访问 各地基大府中老红叶 如今落出各地台湾大学的四名科学 连同特殊孙材的三位同学 分别落出台台 新闻三业以及发展学 以及中文学 四位同学作为来落出台台 从何好处记录 南岛管理口秀华 台北亲王祝贺南岛的核心 结出表现 曾经特殊孙材逢奔 加上欢喜推荐入学 基大府中中共有四位学生 落出台台 也冲下校数的记录 南岛管理口秀华 特别阵路学校来 祝贺学生结出的表现 我们就代表我们县政府 特别来恭喜所有 在这次得到各种 不同学校肯定的孩子们 那当然我们也跟孩子来 再次的做个说明 县政府我们从今年开始 我们也有在做出国的 各种的奖助 奖助学金的补助 包括校长也特别提到 今年还会有很多科学类的 会到国外去比赛 我们县政府也有在做 团体性的补助 我们希望透过 在现在的多元的教育 能够让孩子更加适性的去发展 让孩子有更多灰灑的空间 照顾我们普里地区的学生 是一项我们学校办学的主族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 县府在出国补助奖学金 这一个计划 我们学校也获利 也即将要来申请 那基督府中 这个照顾我们普里地区的学生 最重要的就是 提供他们多元式 县部学的管道 以及开阔他们的国际视野 这次基督府中有60位 申请凡市推荐入学 50人充分 落出率83% 19位落出国立的大学 基督劳逢逸 学籍主任做4.54几分 加上后白的生质学生一% 有良的表现 落出台台生物科技学 谢谢学校给我好的环境 让我们好好组织 谢谢 真的很谢谢学校 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有办法可以 就是报名特殊选材 然后录取自己心中 所想要念的大学 所想要念的科系 入学的管道相当的多 我相信政府的这个政策 可以发掘地方上 更多的人才 尤其是从高中 从学生期时代 就可以定定我们学生 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我相信对学生来讲 适才适用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很好的学习跟发展 基大府中提升学主 资金来入学 都关学习 石成发展 推动国籍教育 跟竞争力的教育政策 其他学生都可以落出 最适合自己兴趣和输求的大学 基教环隆昆 插风报导 还有 请记得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